主要是Index、Indirect 再來就VBA VBA當然最後是按下它就OK了 不過按下它能夠OK的話 你可能要花一點想怎麼樣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可能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第一個一樣是Visual Basic 然後呢 一樣是在那個我們的 這個專案裡面的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也許我就插入一個人士分欄 然後一個清除好了 假設這兩段程式 那該如何撰寫 接下來的話呢 我的思考方向 一 就是我要 放在 哪一欄 哪一列 前面的話我們是放在哪一欄 只有列吧 所以 前面的寫法先寫列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呢 第2列 那我到 第幾列呢 應該2到9吧 8 4 3 對 應該2到9 Enter兩下打一個Nex 跟他講說我要輸出到哪裡呢 你幫我輸出到第2列 到 第9列 OK到這邊第9列 所以這邊的話先畫出來 第2列到第9列 然後呢 藍的話要告訴他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喔 之前只有列 但是現在還有藍 那藍的話你不能用D到G 他一定是數字 所以你必須要高上4 5 6 7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裡面喔 可能就是要再多一個回圈 假設這個表格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藍的話 我會用什麼 4 J 你不能在一個 I 名稱不能一樣 等於 4 到 7 Enter兩下打一個Nex OK 然後呢 輸出之後的話 拿一個儲存格 前面是Sales 有沒有 那我們之前是 Sales的I列 豆點 比如說A藍 B藍 C藍 不過現在因為藍也會變動 所以請你多一個J Sales IJ 所以以後的話 表格的話是Sales 等於什麼呢 等於 你要告訴他說 等於 從 這個位置 幫我搬過來 那這個是Range B2 Range B3 Range B4 所以 特別趣喔 所以這邊打一個Range 那瓜糊 你就是Range的 B 2 不過你假設你現在放Range B2的話 他會變成一隻型 他就全部怎麼樣 就是 通通都放 那個Range B2的東西 那所以我如果可以Range B2 Range B3 B4 B5 B6的話 一直往下 一直到33 那這一題我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 接下來的話你可以 再把這個後面 改一下 這個地方我怎麼樣 可以讓他變動 2變3 3變4 每跑一次就 就 加1 加1 還記得吧 前面我們剛好 有用到一個叫K的東西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其實那個K的這種寫法還蠻好用 K 第一次是2 初始值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K嘛 然後呢 end K 串在後面喔 其實跟那個Inderate還蠻像的 所以我覺得Range 你以後可以跟那個Inderate兩邊可以互相 參照一下啦 反正你Inderate會寫的話 那Range你就會寫了 OK 那那個Sales比較像Index 有點類似 兩者好像 蠻大觀 你們自己可以再想一下 後面的話就是K 等於什麼 K 加1 好 程式基本上寫完了 還沒還沒寫完 快寫完了 來來試一下喔 那這邊的話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邊 有沒有發現 過來了 有沒有 其實程式真的不多 就是 兩個回圈 加一個輸出的 位應該可以看同一個邏輯吧 這個邏輯應該不難理解 有沒有 而且K K 是從第2列開始 一直往下加1就好了 K等於可以加1 但問題來了後面還有什麼 這個什麼呢 切除前面的東西 我們可以 配合MID啦 因為這邊用replace 好像 不一樣 因為在VBA裡面的有replace函數 但是用法不同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可以用MID 在MID怎麼用呢 你可以這邊打個MID 錢瓜糊 然後 然後字給他嘛 跟那個一樣 豆點 他問你說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啊 那我可以去抓上面的這個位置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們前面是用LEN有沒有 這邊其實也可以用LEN 但是後面的話呢 我們是 鎖1嘛 然後呢 那個藍不鎖 所以如果 有沒有還記得吧 前面我們有鎖1 這個地方 我們有用一個LEN 這個這個地方 有沒有 鎖這樣子 那如果以後你看到這個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 改寫 如果VBA的話寫成什麼樣 寫成sales 如果要固定的話 列 第一列 寫1就好 豆點後面就給個追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的 列 固定在第一列 我的LEN會跟著變動 OK這個有點像 那個喔 我們剛剛寫D然後後面鎖住喔 這個可能要 他會記一下 這種寫法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豆點後面給幾個字呢 99就好了 OK所以邏輯喔 基本上 跟剛剛的一模要後瓜糊一下 基本上喔 這種寫法 跟剛剛那個邏輯喔 幾乎是雷同的 只是說你要懂得怎麼樣轉喔 以後如果你 以前面寫過的 然後後面VBA也可以 馬上轉過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層次都寫完了 最後如果說你希望 輸出之後 也自動調整欄寬的話 這邊我習慣說打一個COLUM COLUM加S colums.autofits就可以了 autofits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不是選示欄 然後點兩下 其實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colums.autofits 他就自動調整欄寫 基本上呢 清除 其實清除我習慣用range 然後把那個什麼呢 把第2 到哪一個呢 G的 G10 這個範圍怎麼樣 點clearcontents CL clearcontents 這就清除 所以我先把它清除掉 這個range 範圍清空 OK 執行清空了嘛 那這邊的話我按鈕不罷了 竹房跑 K等於2 指的是從哪個 列開始抓資料 那 I 是哪一列 J是哪一欄 那也就是先丟到 這一個儲存格 幫我把它切割完的東西 丟過來 然後呢K 等於 這個好像少了 對 這邊還是漏一個什麼 LEN後面怎麼樣 要加多少 加兩個字 因為我只有抓什麼 入職時間 冒號的後面一個字 好這邊 那沒關係把它倒車一下 VBA有個優點 就可以倒車 再執行一次 OK 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沒有問題 那K的話呢 等於K加1 變 2變3了 加1 那意思就是再去抓什麼 流洋核這個資料 NAS 放到哪裡呢 放到它下一個 所以這個J 它是NAS的J 它會先下一欄 然後呢 就把它流洋核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 把20245過來 一直類推啦 其實 後面部分呢 基本上應該都 類似這樣子 加1 下一個 OK 然後呢 那因為呢 這 4567 所以已經結束了 所以下一個 就是下一個 I 那I的話會變成 第三 第三列 所以再來就是同樣重複 這一欄 就是第三列 完了之後換下一個 NAS 那以此類推 全部都 一氣呵成完成 最後如果你要調整欄寬的話 就AutoFeed 不過這樣已經 自動調整 調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 程式啦 我是覺得如果你會寫 反而 有一種感覺說 那我乾脆就直接寫VVA就好了嘛 尤其是相對複雜一點的工作 所以剛剛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我是先寫什麼 先寫這個 4i 4i 等於 第2列到第9列 4i 等於第4欄到第 7欄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 後面從哪邊來源的資料 Ranch 然後我是從那個 B 當然不能永遠是B2啦 所以我這邊2K 把它改成K 關鍵就在這裡K 然後K的話呢就是 可以給他一個初始值 等於2 然後呢 記得在最後面呢 每 抓一個之後 就可以等於K加1 那就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就可以從那邊幫你把資料搬到另外一邊去 這個方法其實 當然你可以活用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一個大範圍的資料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寫法 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城市其實沒有幾行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有的時候甚至覺得 真的複雜的事情 真的VBA 而且也比較可以有條理慢慢的去思考你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像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就寫了 大概 2 4 6 8行 那如果像那個 Indirect的話就沒辦法 你就只能寫一行 反正再多你還是只能寫一行 你沒有說那個公式啊可以寫很多行的不行 只能寫一行 除非說你可能就是 要把它拆開來這個範圍做一次 然後再去抓上面的範圍 再去抓上面的範圍 可是這樣子又會變得很混亂啊 是要怎麼這一塊 這一塊這一塊 那真的就很麻煩 所以 有時候倒不如 如果你要真的是 一次 一氣呵成的話 有時候甚至 想想用VBA好像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這題做完的話 甚至你可以看一下那個326 326那一題尤其更 更明顯 為什麼因為那一題如果用函數來解 真的太頭痛了 可是反而用VBA相對簡單 試一下